佩佩 要吃土豆 要吃土豆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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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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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桑吉巴尔汉语花园的一堂中国文化性取课 这些非洲孩子刚刚接触汉语 才几天时间 他们已经学的有模有样 炒 炒 土豆丝 炒 土豆丝 炒 土豆丝 炒 土豆 土豆丝 李老师 吃 土豆丝 我叫李显益 我来非洲已经整整十年了 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桑吉巴尔教当地人学习汉语 我所在的城市叫石头城 这里学中文的氛围非常好 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们教了大约三千人学习汉语 让我回忆十年前的自己 如果当时不是国家项目 而是一个自费的支教项目 我还会来吗 借我十个胆子都不敢 2012年 李显益作为中国教师代表 被公派到桑吉巴尔国立大学教书 在看到碧波万寝 脚马奔腾 赤道雪山等诸多美景的同时 他也见到了不少游荡在大街上的失业青年 当时 在坦桑尼亚 会说中文 或掌握中餐手艺的人 都可以顺利谋职 因此 为了帮助一些年轻人 李显益常常去到街边的公园 免费教他们学习汉语 有的就是连那种没有怎么读过书 英语都不会说流浪汉 他都来听 他坐那儿就听着我们说你好你好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句子 他也会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来找李显益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这当中不仅有居住在附近的居民 还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小商贩和一些政府官员 看着大家学习中文的热情越来越高 李显益索性开办了免费的汉语培训班 每天利用课余时间 在露天的教室里免费教汉语 就我那个学生叫哈姆德 他从那个妈妈派的学校毕业之后呢 大概中间有两三年 他没有学过 没有再进入过其他教育 他应该属于就是代言青年 然后在酒店做一些工作 也做司机啊 导游啊 也可以每个月大概挣个两三百美金 但是他就想希望自己的汉语 能够进一步地提升 如果能做汉语导游 他的收入会更高 会更高 四年的非洲支教工作 给李显益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2016年暑假 公派任务结束 李显益回到了贵州 可是他的心里 却始终放不下桑吉巴尔的学生 作为一名教师 李显益真切地明白 良好的教育 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他有了再去非洲的想法 我妈说那段时间 她三魂少了两魂 魂丢了 爸爸夜里哀声叹气 很生气 到我走的时候还不原谅我 2016年12月 我就这样不被看好的 离开父母和祖国 回到没人在机场 等我的非洲 没有了公派身份 知身一人在非洲教汉语 谈何容易 不收学生一分钱学费 意味着所有的支出 都要靠自己承担 为此 李显益不得不身兼数值 教课的同时 还要做导游当翻译 你能明白她的行为 对于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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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但是你问我 你问我 问学生要赔钱 因为她的计划是 教语语语语语语 没有赔钱 是不错的 但是她怎么能复杂 怎么能复杂 因为她有车子 需要汽油 可以转移 不错的 因为人们 没有理解她的努力 甚至从政府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的汉字写得很好 你的字写得很好 很好 海人的据 哇 你们是像个 啥呢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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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继续努力 哈哈哈 刚开始的确很难 几个月后 我才找到合适的住地 那个地方房租便宜 但是很不安全 住了不到一年 我就遭遇了入室盗窃 昨天房东答应把那个窗户给补上 昨天拿了水泥 就把这个窗给补上了 铁汉 郊区治安不好 一直是令当地人比较困惑的问题 林显毅也没想到 才安顿下来不久 就遭遇了入室盗窃 房租 经费都被洗劫一空 这个他没拿呢 瓜子 吃的他没兴趣 那个前面几天 我们发现跟踪我们的那个摩托车 车牌号 前面字母没看清楚 然后它不是三个字母吗 前面两个字母是四七 我已经发给警察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破案 这边 哎呀 我叫志愿者 不 志愿者 当然 独自承担培训班的运营费用 并非长久之际 为了能让免费的汉语教学活动 继续进行下去 李显毅不断地走访当地公益教学机构 学习他们的经验 并积极与他们进行合作 2017年3月 李显毅在桑吉巴尔正式注册了一个公益教学机构 解决了教学资质的问题 继续为当地失学和失业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的汉语教育 他们要么就是辍学了很早 要么就是失业没有钱 所以说他们不能上大学 也不能来学习汉语 这就是像这种学生啊 我教了他们汉语之后 因为没有收学费 反而得到的那种就是回报更多 他的回报就是 他说我没有钱给你 我也不能给你买礼物 但是我妈妈准备了饭 我的妈妈准备了一餐饭 就是很简单 疫情爆发以来 坦桑尼亚所有的线下教学活动都暂停了 李显义曾多次去到附近的村庄调研 希望可以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 开通网络中文课程 我跟他说我的名字 是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呢 昨天我给他妈妈打过电话 约了今天来看他们 现在我们去看一看他的 这个是他们做饭的厨房 每天吃一顿饭 没有电 啊 害怕 害怕 太哭了 不舒服 这是番茄酱 女孩拉雅今年十五岁 在家中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三 前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 让这个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虽然家中连一个可供学习的书桌都没有 但拉雅非常热爱学习 在她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中 大多都是学习用的书本 这些都是 哦 都是学校的书 Science Stand Five 这是他写的字 你看写的作业 写得多好啊 李显益计划在拉雅家设立一个网络教学点 让附近的孩子定期来这里学习中文 但是由于拉雅家还没有通电 她只能改变计划 与拉雅所在的学校进行沟通 希望学校可以提供一个场所 由她来购买电脑 并安装网络设施 供孩子们学习 截至目前 李显益共协助千余名处于困境中的 桑吉巴尔学生学习中文 培训本土汉语教师75人 如今 她正在与桑吉巴尔相关部门合作 筹划为期五年的汉语基础教育公益项目 前几天 我收到了桑吉巴尔教育部批文 我们的汉语课程 从今年三月开始进入桑吉巴尔的国民教育系列 我真的非常开心 三年没回家了 忙完手里的事 我想尽快回国贪亲 把我在非洲的成长与快乐 与家人们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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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